西坦的內涵二 那西坦的內涵二呢 剛剛講的句名哪有句 進入第二個階段 嘎是內涵 還有嘎要唸 佛羅音台灣話的嘎 它的字 這是西坦的字 它就唸五發音 嘎 裡面嘎的話從哪裡發起呢 就佛羅的音 嘎 第二個字 嘎 那嘎 就是我們野者 佛羅的字眼 蛇頭的這裡面 蛇天的地方 從哪裡發音 這裡來 唸出醬出來 你動一動 嘴巴你就可以唸出醬 這個CA 不要用英文來唸 英文這個C唸只有K的音 因為英文就變得太離譜了 比較靠近西黨的語言 現在呢 像這個 拉丁語 或者是 羅馬尼亞 或者是 一些法語之類的 才比較靠近 那越遠的呢 改變得越多 英文就變得很多 那發音的母音都變出好幾音出來 好 那第三句名呢 大 這時候 他撿到最高點 上位的最高點 點字 大 就 P 一點 A 所以你以後看這個西黨的字母呢 只要出現一個 羅馬字 一下點一點 大概都是 舌頭要捲高到 正上方的 上腹上面 啊 對吧 這是巨 那五個字 都是要放在那裡 再來 藝術字呢 啊 啊 啊 那 就是舌頭 換在 牙齦跟牙肉的交接點那裡 就是動到 最初 這是第四句 啊 那 那怕 你一天也知道它是最準的聲音 對吧 所以從 怕 是喉嚨的聲音 到 舌頭的內部 夾 也就是野澤的聲音 那裡 他 到 舌頭正上方 舌頭 舌頭 第四個是 最外面的 牙齦跟牙肉的解釋點 好 你只要擺到位柱 你很輕鬆的給它花那個力就出來 就不一樣 所以你要注意它的擺的位柱 不要鼠輩說這個柱怎麼用 用你的耳朵去聽它 到底怎麼唸 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鐵俏 啊 第五個對五句美的是 怕 啊 那它是 最準的聲音 這 等等五類聲中 每一句 戶各有五個字 所以我剛剛講戶二十五就是這麼來的 那就打後面有五個字 那 夾也有五個字 打也有五個字 怕也有五個字 怕也有五個字 這叫五類聲中 可以有個字 每句發音次於中國的 命聲呢 雍 雍 雍 修 經 悟 等 相同 你們有學習 中火的生意學 的 這個 株子 都跟這五個株子一樣 相當的 但是這個 白 但是這個 打 歌 有歌 有一點像這個火音 所以你要念 歌 有的是有歌 叫你歌 歌 你就跟這個音一樣 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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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訣告 歌 是不是跟這個音一樣 一般人會唸歌 歌 就有一點這個音 然後唸歌 因為你要印度跟中國的語言 要互相搭配的話 因為這是最意思的 這是半天傳下來的音 是宇宙共同的聲音 所以當然以那個為止 因為我們是以漢字來發生命 所以比較很難抓得住 接下來每一句話都是重點 第一字到第四個字 這裡就是每一句有五個字 第一字到第四個字 皆是會名 都是顯現智慧之美 所以每一句有五個字 全面四個字是會名 那四乘五的話 就有三十四個字 其中有二十個字在表示智慧之美 這就是要用智慧 你用智慧幹什麼 不是學一加一等二那種學問 你用智慧去觀一切像不止走 這就是 盤念的智慧 盤念就是你們念的玻璃智慧 玻璃智慧是不懂智慧的時候 不懂智慧的時候念的 懂沒有用 你就要念 盤念 因為盤就是盤 那個肉就是念 就是會名 第五個字就是證明 證明的什麼 證明的解脫入內坦的 先證 之位和菩提以後入內坦 當然這個入內坦呢 還要進到九片果林 那這裡是正道諸若 一下 佛法顯教木教到底都一樣 但是密教用一個簡單的字母 就可以解釋所有的佛法 這是為什麼叫做詞 非常簡單 但理論都一樣 好 再來 在五個字裡面呢 前面四個字要分 不同的讀法 聲音不同 看這裡 第一 跟第二個字為 謙柔聲 謙柔聲就是你生發的音 謙聲溫柔的聲音 你可以想像女生都比較高唐 都比較喉嚨上面的聲音 那第三、第四個字呢 佐諸若聲 就是男人的聲音 所以說比較低沉 你看 第一、第二字差在那裡 就這個時候講的 第二、第四個字是有氣韻 有含哈的氣韻 那男生也有氣韻 女生也有一個氣韻 這個氣韻很重要 不是說你跟沒有加在一起的音 吐巴一樣 不行 因為那個哈 就是讓你轉折 往上到千柔音 往下到怒卓聲 所以它都有轉折發音的作用 所以 不是創造一個字 那吐巴都一樣 那吐巴都一樣 那幾個字 一定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這些都有含哈 這幾個字 好 那一、二、前螺聲 三、四 左路聲 二、人路左聲 就是男生命 那二、四 還有氣韻 再來一、三 可能一、七 差別在這裡 好 等一下就掉了 你 這麼體會了吧 你就很容易認識 西唐的 數據的結構 好 來韻姆 大吉韻姆 有十二轉音 首當有內天的聲音 好 那 第一個音 是本體 啊 啊 你要發啊 要用喉嚨的地下聲發 如果你是女生 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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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接的話 你女生比較快 都比較高 抗 所以可以發啊 來正音 啊 喉嚨地下發音 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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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是中音 第三個是女生化的啊 在這邊 如果練 這是女生音的 嘎 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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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可以 打鼓 如果發男生音的 嘎啊 嘎 嘎啊 嘎 嘎 那音自然就不一樣 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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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宇宙音的偏輯 也是男生音 啊 第二個音呢 是你修行的行 因為現在還沒有稍微擴大範圍 所以 再反對寫一下 這是阿的字呢 你在右邊 配一配 就是長音 代表長音的話呢 當然就是 修行的意思 所以所有 二十五個字 加九片 口音三十四個字 只要這個是 框框的柱體旁邊 右邊 上方 配一配 這個就是 代表 修行的意思 所以叫做行為 第三個字以後呢 都是用點法 增加出來的 點點法法把它加進來的 剛剛已經講了 叫點法 點法 那第三到第十呢 那 那 第三到第十呢 這些叫做 三 埋 那 如果 用這個 主 是加他的意思 念法呢 啊 啊 三埋 那 三埋 那 那 為什麼要用 賣的 三埋 啊 憲法嘛 英法裡面的三埋 比 四趟的 原則來講 那一個 主 母 我們這 壓的音 就是 前面 出來 負責 一個 就是 米 個 大 馬 馬 有點 在 Bros 那 馬 啊 對 那麼 我們 裡面的 正定的意思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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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 其三 安 一點 亂 就是一點 這個答案的字 善 一點 這叫正能 正能嗎 不及之位 什麼叫不及之位 就是你面對 一切像的時候不注重 這種智慧 我們一般人剛開始學過沒有這種智慧 天天被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黏制 看一個就煩惱 聽一句話就煩惱的句話 因為你沒有修正效 這個 按理念智慧 那你學習譚 就是要學這個智慧 那什麼事情都看得開 黏不住你的心 這叫正能 這叫正能 就用這一點 那十二個智呢 喔 這個漢字寫作可惡惡 這個如果不是可惡惡 可惡問 不會拎這個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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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 那你要餓 餓 餓的長點 所以這個主 這個主 就是 擱 那如果有一個ₒK 如果光A 兩點的話就可以直接念出來 好 那這兩點呢 這是內盤點 記住啦 土地點 上面夾一點 內盤點 房間肉身點兩點 這兩點要怎麼點 從底下先點 再點上面這一點 這寫法很重要 不是照理講的我們中文的上 語順就是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 我看很多的書都是這麼在寫的 那跟我們寫中文的都不一樣 不是 因為西達有他西達的理念 所以你要顯示是他的理念去寫 就不是 從左到右 從上到下那樣 既然那麼簡單的話 顯現不出他內涵在哪裡 所以教能會跟你們講 要記得寫個菩提點 如果你不懂的話寫下去想一想 正就是正菩提 這裡 這裡的內盤 內盤為什麼加一個班 班是趴力的意思 P-A-R-I的音 但趴力它又不念趴力 它就變成胖母 叫P-A-N的音 可是你們懂這些的話 你學習當不順便脫空 明明是圓滿的 趴力就是圓滿 你不念趴力 因為要 那外行的人不懂 所以就念趴力 去看 來看 你學會 我看到 你學會 你學會 好 那從第三 五千糟 大概 一 二 四 六 大概 詞代表長緣 這樣倒了 那後面的十一十二 是從第一個字 演變出來的 這個擴展到這方面來 你學哪一件事 你今晚要懂 那現在舉這個字 字面 剛剛漏到講 為什麼用這五個字來代表 那每一句名的名稱 都是以它第一個字 來照它的名字 那因為這一句名 都是發音的位置 都在同一個位置 像這個火龍的音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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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個字 嘎 都是波龍的音 那第一個字 嘎 嘎 那發長音 這一片就是長音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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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K-A-I的改 那這裡 這邊 左邊一邊 右邊又往下一邊 就O的音 就變成FOR K-O的音 GO 這個跟這個一樣 有I的音 但是你要跟這邊組合變 U的音是O-U O-U O-U加K音是GO-U O-U 這個GAM 這一點叫AM GAM 這兩點 K-O 叫GO 用K來幫助音 K-O-U 所以這個就是十二轉音的意思 上面所講的十二轉音 所以每一個柱產生它幾倍的柱 是這麼轉的 每一個柱轉十二轉 如果中間不重物算的話 就是圓滿四百零八個柱 如果中間有重物算 就可能算進去會拿掉 就是在十七盤 三柱、對柱 十八張裡面會主席講這些